《中文字幕》 我記得五六年前 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問我 喂 你還在跳舞嗎? 你年紀也不小了 還是時候想想將來 你還打算跳到什麼時候? 那時候我沒有回答他 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不過我覺得 在這次之後 我可以 我叫B-Boy Fink 我大概是十四、十五歲開始跳舞 跳了十五年 奧運這一個是我最近發展的八日夢 我會形容自己的風格是一個迷宮 在每一次用不同的音樂去找出口 如果可以代表到香港 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機會 就是要捉緊這一次機會 了解 Act Two 駕駛 專門 綜藍 峭 公司 公司 18歲,18歲開始在這裏上班 是因為是親戚開的 親戚這裏不夠人手 所以叫我幫忙,然後就做一做一做 就做到11年 我早上半小時回來 預備定今天賣的貨 開閘的時候就開店 搬東西 然後就沾貨進去等客人的命令 然後就幫他們開單 然後收拾貨 通常都是幫客人寄貨 然後寄貨 之前用空間時會自己拿電話播 Adele 然後隨心的移動一下 然後大家能夠做一些動作 看看會不會發生新的動作 發生的 我表哥他們一家也知道 我跳舞 因為最初我表哥媽媽 他媽媽叫我去學跳舞 因為他們說 一技龐身 點一下年輕的就玩玩 我就試試 就那時候開始 她們都很支持我 其实从他很小时都知道他在玩 即使他父母在这里的时候 他开始接触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知道他这样的玩法 其实都超过了十年 如果你说对一个小朋友 对一个年轻人 直接对他出来做事 还很坚持这一种的运动 其实是不简单的 他的成长背景其实都挺难过的 由他因为他父母从小 在屋邨经营之后 他年轻人都流连在街头 直到他父母有重病的时候 家里连他妈妈都离开的时候就离开了 我小学 我记得我算是小康之家 因为爸爸有做生意 妈妈也是做生意的 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 那时候就没有发觉我妈是喜欢赌钱的 突然之间有一天放学回到家 跟同学一出车就看到 就是我妈的照片 然后就黏着整个铁杂都是 那我又跟同学就有点害怕 那我就立刻跟他们下桌 然后就打给我老爸 然后我老爸才上到家才知道 就像我妈赚钱似乎 哇 这盏灯都没有弄的 还没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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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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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有两间房子的 最初就是 Danny 妈妈就这边 我 我们就这边 最后最后是我这里 然后就说阿兵就在这里 选了个房间给自己 这个铁杂也很经典 现在这边的铁杂 已经被人攻击过无数次 又被人搞了 那些东西 都被人弄了 都被人弄了 那些东西 刚刚在旁边的阿叔 可能下班回来 然后就问他借货机 把铁杂也消融回来 然后才开到 对 因为因为黏了AA膠 对 周围这边应该知道 也知道 也知道 而且这边的门 也是很有经历 黏了隔音 因为我有计算过 好像有26间公司上来收数 我想保守估计都过了 过了百万 最有印象是 我爸爸每晚 就是我半夜 会听到我爸爸自己在那里哭 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哭 因为我爸爸 在我的印象中 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男人 那一刻 我会想 我不如不要读书 上一份工 帮一下老爸的手 然后我有一天 是真的这样跟他说 不如我不读书 反正我也读不到书 但是我爸爸跟我说 读到当然读到 你出来做事都找不到多少钱 所以我就听我爸爸说 好多年呀 好多年 好多年不回来 好多年 好多年 我爸爸以前在这儿开座 好啊 对 好 哈哈哈哈 變成這樣 對,這裡完全不同了 對,這裡是廚房 對,這裡本來也是廚房 對,這裡本來也是廚房的位置 對,這裡本來也是廚房的位置 龍鳳,這裡 這裡,這裡 那個位置有兩個 左右邊 十年,眨眼就真的什麼都變了 有很多公關瀑布 這個位置挺大 這個位置就是平時爸爸 在這裡看著我們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看下去 你都會感受到他的感覺 當然,他知道我們不是壞 好了,這裡就是我們小時候會來跳舞的地方 我們稱它為景林Web BC1 其實這個位置通常是假裝活動的 什麼週年晚會 我們以前最多在這裡就是在這裡出秀 他坐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看你們兩個在這裡搞什麼 他幾個老闆和朋友都會在那裡看 很開心 他開心不說 他從來都不會說 他看完了我們就很開心 我覺得我們三個最靠近的時候就是 都是爸爸在這裡開酒樓這幾年時間 見多了,真的聊多了 以前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他回到來的時候 我們要不就不在家 要不就我們就睡了 或者基本上小時候都見不到我們 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了他理解我們 就是他臨走幾年 我們兩個加起來很朋友 我以前不會跟他喝酒的 我會跟他喝酒 我會跟他一起吃 之後就上班下班 他就會找我來聊天 他問我不在這裡你們會怎樣 我會怎樣 無緣無故的 就是那天是喝一喝酒 這樣說 我不在這裡你們會怎樣 大概2010年左右 我經常會聽到他說不舒服 但是到了一、二年就最明顯了 有一天上班 他都是如常地打給我 下午問我吃飯了嗎 跟他說完電話 沒有了,一個小時都沒有 我姨媽就打給我 喂,你老爸暈了 在公司廁所暈倒了 然後晚上就去看他什麼事 那時候入了醫院之後 都有出院的 大概出院半年 多一點之後 就開始要在醫院出入 我覺得那時候是 聊得最多的 就是大家真正 互相了解大家的一段日子 我爸爸為什麼會做酒樓 問一下他為什麼 你怎麼認識我媽媽 還有 了解一下他為什麼 我媽媽發生這件事 他都從來沒有想過 要放棄我媽媽 是 如果我今天可以跟爸爸說 我最想說 我最想說是 爸爸 我不是玩的 我是認真 就是我是認真到 我覺得自己不可以 沒有了跳舞 在我的生命裡面 然後就 blue 是 我來不去 你 我來不去 我會 你 那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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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